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8号 星期一 现在号称叫什么国民媳妇 全民都在万众瞩目的美女张珊珊 大家都想知道她是谁 当然还没看见正脸了 但大家觉得一定很美 这是国民媳妇 所有的男性都想娶为妻 然后所有的父母都觉得想当自己的儿媳妇 为什么 因为她据说是红三代 红三代张珊珊名下35家核酸公司 一年下来挣上千亿人民币 都是做核酸 而且张珊珊据说神奇 以前不有雨神 雨神叫谁来着 肖敬腾 三角上开眼神会 哪就下雨 说张珊珊就是益神 她的企业在哪注册 哪个地方就爆发疫情 所以国民儿媳妇 她这个事怎么出来了 她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昨天下午 10月27号下午 首先网上有一篇文章 叫做寻找张珊珊 就是寻找35家核酸公司老板 张珊珊的文章 就是说刷屏了整个网络 文章发布一个小时之内就10万家了 说张珊珊注册了35家核酸企业 涉及全国 大多数都是近几个月内注册了 那么后来大家在第一阶段 大家就想找张珊珊的背后 到底是谁 是什么邪恶力量 后来发现不是邪恶力量 是红色力量 在背后是张和子 说张和子 当时还不知道张珊珊和张和子 到底什么关系 第一阶段还不知道 说张和子其家 有62家公司里边 有33家 张珊珊都是做监视 张和子还有一个合作伙伴 叫张源子 后来发现张和子 张源子是两个亲兄弟 和子和源子 两个亲兄弟 张和子是1990年 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 学习的DNA鉴定 涉事毕业之后 被深圳市公安局 以高薪技术人才 引进到深圳工作 筹办中国最早的DNA鉴定中心 2000年前后 张和子离开公安局 成立了深圳红石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那么他的现在来讲 他名下的核酸公司 他有一个重要合伙人 叫巴颖 当时也不知道 就是说张和子 张源子 张珊珊 巴颖什么关系 后来 因为张源子 张和子这个名字 特别顺就知道 是两兄弟了 但是巴颖是谁 不知道 但是是核酸公司的合作伙伴 发现在2000年的时候 张和子当时刚刚离开公安局 成立深圳市 红石装饰公司的时候 巴颖也是红石装饰公司的股东 2018年 巴颖和张和子 同时退出了这家公司 随后张和子 涉足房地产业务 成立深圳市 红石房地产 顾问有限公司 当时 与叫巴颖的女子 各占50%的股权 目前这个公司 已经注销了 后来 装饰公司 房地产公司 都不太成功 那么就开始 再搞别的 那么张和子 就开始迎来了 他的人生的高峰时刻 就是他的核酸检测大业 核酸检测事业 张和子2012年成立的核子基因 一家公司 核子基因共有9名股东 分别为张和子 占股65% 巴颖占股12% 张俊霞4% 周飞特占股3.5% 以及5家有限合伙公司 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3700万 张和子的弟弟张元子 也从事基因行业 他是广东小螺旋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和北京小螺旋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的股东 2013年核子基因在沈阳成立研究院 2017年 核子基因共成立了10所检验实验室 及司法鉴定的实验室 这在第一阶段就发现了这些问题 就找到了这些什么张和子 张元子 张珊珊 巴颖 把这些背后的人就巴出来了 但是还不知道内部的关系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 这个时候就是网络出现了这种 就是说舆论的探讨 就说什么 说你也不能说 人家搞核酸公司就一定是人家的问题 对不对 也有可能 就是说核酸公司 反正肯定是有背景的 但是就是说老共搞什么 他都能挣钱 以前我们也说过 就是说他现在搞核酸 就有人开核酸的挣钱 老共搞房地产 他们就开房地产公司 开房地产公司挣钱 不管怎么知道 人也有关系 人也有背景 人也有权利 人也搞什么都能挣钱 所以有人就说 他说这个背后应该是红三代 或者这些有背景的这些人 就是说分赃不云 把张珊珊给咬出来了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说突然曝光了张珊珊 那么这个作者也是非常的委屈 就是说我也不是红三代 也不是有意要曝光他 不是因为他们分赃不云咬出来的 说怎么找到的 张珊珊 就到第二阶段了 说这是10月24号 兰州市七里河 依据核酸检测结果组织 转运阳性感染者时 发现个别转运的群众 健康码显示核酸检测是阴性 那么经过调查 发现兰州核子化西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误将个别核酸检测 异常人员名单的信息 录入了阴性人员信息 然后上传制的工作系统 导致个别转运人员的健康码 显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就出了这个事故了 那作者说出了事故之后 我想查查他这个 想查到这个设施的 这个兰州核子化学实验室 到底还出过多少事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就是我明明是阴性的 怎么转阳性的 就给我转走了 我阳性的没有变阴性的 就出很多这种问题 就要看看他们到底 就是说办了多少这种的 这种恶心事 这种挫事 然后就去调查 调查完发现 这个兰州核子化西医学 核验实验室 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的8月 今年8月份成立的 他刚刚成立 刚刚成立了之后 就弄了好多的核酸检测的项目 一个成立这么短短几个月的公司 怎么能从政府 接了这么多的核酸的生意 对不对 这是政府拿钱 然后做核酸上我们挣钱 就涉及到利益输送 就开始去调查 那作者就发现 这有猫腻 就是这么着就引起来了这个问题 就认为法令代表人为崔莲 监视为张珊珊 后来查崔莲 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发现是崔莲 就是说被拉来挂名的 那就想查张珊珊 发现张珊珊出问题了 说注册资本的1000万元 人民币 搞了这家 蓝州核子化西 2022年8月才刚刚成立的 由深圳市核子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然后就开始查崔莲和张珊珊 在这里面就发现 就出现问题了 说深圳核子基因成立于2012年 就刚刚我提到那个 核子基因的服务网点 遍布全国 目前已经开设了64间子公司 50个实验室 然后发现张珊珊 以监视的身份 在全国注册了35间的核酸检测机构 而相关的多个核酸检测机构 所在地又刚好都爆发了疫情 就发现这么个问题 就是说 它在山西10月份成立的核酸检测机构 结果11月 山西就疫情大爆发 然后他们公司就接了大量的核酸检测的订单 合肥 它是9月份的注册的 结果它也是一个月之后 10月份 核酸就疫情大爆发 然后他们公司又接了一大堆的核酸检测的单子 到了宁西亚 它是25号才注册 21号 但是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25号它注册成立 对不对 它在21号的时候 就接到了政府 发给它的核酸检测的商业的商单了 就已经接到了 提前4天就接到了 等于先接了单子 再注册公司 你说这就是见了鬼了吧 对不对 所以就发现一个问题 说宁夏这几年 疫情都没沦陷过 结果就它来了 这个就全面大爆发 不当然这个也有可能 就是说人家知道了消息了 要开始做了 就开始满处的找人 这时候找到他 赶快的去注册公司 去接单子 都有可能 但有人说是他投毒 但这个就不好说了 好不好 咱们不做阴谋论 但是就是说这个事 所以不管怎么知道 人家在政府内部 肯定有人能够提前得到消息 然后知道什么时候 赶快的去注册 赶快的去接单子 去挣钱 然后这是到第二阶段了 就发现这些问题 政府里边有猫力 然后到第三阶段 大家就开始去找 背后到底是什么关系 张和子 张元子 张珊珊 巴影 到底什么关系 最后就找出来了 到第三阶段 张和子的老婆是巴影 所以他们两个就一直在一起 他们俩搞的公司都在一起 那么就是说 他两个人就算是强强联合 发现他俩是两个人同为 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 大一同学 然后谈恋爱 后来结婚 两个人的强强联合是什么 就是说背后是谁 张和子的爷爷 是叫什么张润玉 张润玉是我国核试验基地的总司令 所以为什么他叫张和子和张元子 因为他们家是搞核试验的 是核试验基地的总司令 张润玉的儿子是张吕天 那么张吕天的儿子 就是张和子和张元子了 等于是张润玉的孙子 那么人家张润玉当年就是核试验 专门在中国搞核试验的 你想核是一般人能碰的吗 对不对 这都是中央绝对信任的人 才能搞核试验的 对不对 搞核武器核试验的 所以他就搞了一辈子核武器核试验 所以两个孙子 一个叫核子 一个叫原子 然后再看巴影 巴影的背后是谁 是巴德年 他父亲 巴德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医学界的泰斗 所以就为什么 就是说他们去搞了这种 这种一条医学公司 化验公司 然后在全国内的东西 接着活就在这了 是这么来的 所以最后发现 其实不仅仅是35家或65家 最后准确的找到到第三阶段 就找出来了 就是说张和子 拥有89家核酸公司的控股权 家里一共有100多家公司 那么就这几年 光做核酸就已经挣了几千亿人民币了 那么张珊珊到底是谁 张珊珊是张和子和巴影的女儿 张和子是爹 巴影是他妈 然后八德年是他老爷 张润玉是曾爷爷 祖爷爷 是这么个关系 然后张原子是张和子的弟弟 明白了吗 就这么一家子 这都属于 这就是底色红三代了 能够在中国核实验基地做总司令 因为搞核的话肯定都是不对的 那应该是军旅出身 对不对 因为你搞核实验 我尤其是中国核 因为他这个核实验的话 我估计应该也是军事用途了 对不对 所以这应该是不对的子弟 这个军三代或红三代 就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那反正就是说 那到底是由于他投赌 然后去挣钱 还是就有了事之后 就让他挣钱 这个就众说纷纭了 我们就不做探讨 好不好 但是反正就是说 不管怎么知道 人家都能挣钱 其实真的 人家有这种背景 有这种关系 人家干什么都挣钱 只不就是说 挣的多一点 少一点 快一点 慢一点而已 区别不是很大 而且说实在 挣几百亿和挣几千亿的区别大吗 还挺大的 好吧 那这些影响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